我們將以下這幾分鐘的時間交給Cecilia 我們大家可以安靜一點 聽一下Cecilia 她一個很特別 很特別的經歷 好不好 Let's all just quiet down and just listen to Cecilia and what she has to say 在去年的5月24日 我確診了肺癌 當時我是很軟弱 瘦到皮包骨 走路也沒有力氣 站起來也要讓人參乎 說話就變得很溫柔 但其實是因為武器 一句話也要分三次說 最大問題是全身的骨痛得很厲害 晚上睡不到覺 要吃安眠藥 就算吃了安眠藥 晚上都會痛醒 腫瘤科醫生告訴我 我肺的左右兩邊都有兩個CM大的腫瘤 肝那裡就有一個一個CM的腫瘤 那個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的骨 醫生就叫我走路要小心 千萬不要跌倒 一跌倒 骨就會裂掉 他說 化療不能治療 免疫治療都沒有用 唯一可以治療的就是標靶藥 但是需要在血裏面化驗一下 看我有沒有一種叫做EGFR的抗體 有的話才可以配合去吃這個標靶藥 但是那個機會率只有10至30% 他還安排了我進醫院 抽組織出來驗一下我的癌細胞 究竟是什麼種類 如果是惡的話 我只剩下三個月的命 這個這麼壞的消息 就令到我的子親 我的朋友 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大為震驚 兩位牧師都來醫院裡為我祷告 求耶穌醫治我的癌症 薛牧師更加發起了40天的禁食祷告 十幾個弟兄姊妹每日不停為我醫治祷告 6月1日報告出了 我真的在血液裏面找到這隻的基因抗體 醫生說我給你14天的藥去試食 在6月13日醫生說 看來這隻藥對你有用 起碼你不會繼續瘦下去 那你就繼續吃這隻藥 那我就問醫生 那我究竟還有多久的命啊 那醫生就回答 我呢 就不相信三年那個數字的 我就是相信臨床的 有人呢 兩年多 有人年多 他說你呀 你可能遲幾天你會死了 那你究竟有多久的命啊 那就要看天了 我聽了之後 我心裡暗暗歡喜 因為連一個非基督徒的醫生 都承認這隻藥 是有限的治療 有限公司 但是我們上帝的能力無限的嘛 我怎麼可以給這顆藥 來決定我的生命的長短呢 我將我的主權交給上帝 由上帝決定 我在這個世界上 留幾多年 就幾多年 我都相信耶穌是醫我的 在7月11日 我去覆診 奇妙的事就出現了 我的癌指數呢 由595 跌到去84 還有其他的指數呢 全部都是正常 醫生說 你繼續吃35天的標靶藥 那在8月30日 醫生就安排了我做一個past scan 其實他是想看看我的癌細胞 會不會擴散到我的腦 那9月5日 我就去看報告了 醫生說 哇 很好啊 他說你來來來看一下看一下 他怎麼說 在骨肌子裡的癌細胞呢 一劈劑一劈劑全部的 全都沒了 他說 他還有 你的肺 那兩個腸瘤 所縮小了 還有 肺中間的那些 왜 which folds up 說肛的癌細胞呢 肛的那個癌的腫瘤呢 也從0.8cm 只 prioritть 他说你的男子数还跌到他只有17 他就说你知不知道 你是极少数的人 是有这样的疗效 我心想我当然知道 耶稣依我 你看我说话多大声 我走路又走得很有力 我还可以出街吃饭 我又可以星期日回教会 我现在又可以站在这里讲见证 你说耶稣是不是很厉害呢